从垃圾堆里寻宝也能碾入百万 上海80后小伙吴阳德做到了 他用自己的创意把废旧物品改造成艺术品 就连明星都抢着买 靠着这首绝活 他的人生也得到了逆袭 近日记者走访了吴阳德在上海的工作室 2000年13岁的吴阳德跟着哥哥来上海讨生活 由于年纪小只能去捡垃圾 吃过苦也忍受过非议 从看自行车到装配电动车 再到修理电动车摩托车 直至自主创业开设摩托车维修店 怀揣着对摩托车的热爱 吴阳德一步步的接近他的梦想 最早02年我在青房市场门口看自行车的时候 就已经对摩托车非常感兴趣了 那个时候就觉得人家骑摩托车过来好帅 这个车子哇就这种声音 就特别感兴趣 后来就一门心思想 我一定要踏入摩托车这个行业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平时修理摩托车时会有很多配件留下来 吴阳德觉得活塞上面的划痕很酷 于是就把它们收藏起来越攒越多 后来自小就喜爱手工的吴阳德发现 国外有很多艺术家把非旧品变费为宝 于是便决定试试 就这样吴阳德开始了自己的旧物改造之旅 对于乌阳德而言创作出一件作品所需要的时间不定 有的是制作时间长 比如作品避系 想法只坏了一瞬间 但制作却做了一个月 有的是构思时间长 比如为某大赛制作的奖杯 足足花了大半年时间 最后在梦中才找到灵感 吴阳德的作品由于颇具创意和争取朋克风 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其中不乏有王一博 吴振宇 肖阳等明星 吴阳德笑着表示 比起不断复制作品卖货赚钱 他更青睐创作不成样的灵感奔发的艺术作品 所以至今他都没有对外公布过王一博同款台灯 我有时候不太想去靠这个王一博去赚钱 当我王一博靠这个太商业化去赚钱的时候 可能对于我的压力来说 无形中有增加压力 然后就可能没有太多时间去创作 享受当下是吴阳德的生活态度 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生活态度 他才能够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 去面对自己的创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